哈囉 大家好 我是Lina 真的很久很久沒有離開拍影片 也沒有剪影片 因為近期的工作壓力比較大 所以呢 以及工作非常的忙碌 就沒有一直在做頻道上的影片更新 很抱歉啦 那就是因為最近工作壓力太大 有影響到一點身體 所以因此呢 想要藉由 就是重新拍影片來緩解一下 我自己個人對壓力去做到一個釋放的部分 那今天要講的內容呢 就是GET READY WITH ME 畫室委員長的這個妝容 對 那他們要講的內容就是 很多人都會問的問題就是 我來就是大陸這四年有沒有跟過大陸男生交往過 或是說有沒有跟大陸男生約會過呢 那大家想知道這個問題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這次算是我第一次做的一個GET READY WITH ME的影片 就是邊化妝邊聊天 其實這個問題就像我開頭說的就是 其實還蠻多朋友都一直在問的 就是問說 嗯 你既然來到已經就是大陸四年 到底有沒有跟大陸男生交往過呢 當然是有啦 拜託你都已經來了四年了 你怎麼可能會沒有 畢竟雖然我是一個胖咪 可是我是一個有頭髮的胖咪 OK 所以呢 之後少少還是有就是認識 然後也是有約會 甚至到最後到交往的一些就是大陸男生 那就是簡單的去藉由這個化妝的過程呢 來介紹一下我所遇到的是怎樣 那也讓大家有一所認知了解 因為其實在那個中國真的很大 所以真的 各個省份各個地方各個地區的 人的就是性格全部其實都會不太一樣 所以呢 就是藉由我 我這次只是我站在我所認識到的一個立場 以及我所遇到的人 來跟大家講 而不是以邊概學 這只是我個人一個經理而已 首先呢 妝前打底呢 是用Noramase的就是那個 萬嚴凝基礎版 這真的其實還蠻好用的一個產品 我覺得就是雖然 它味道有點臭 我不太喜歡 但我覺得其實它保持能力是很足夠的 現在打底 那我因為真的在不太乎好乾 你不是說好乾 而是以香蕉台灣筆去的話 真的還蠻乾的 而且可以看一下我最近真的 其實膚況還比之前好很多 對 還覺得不錯呢 喔 因為以前看過我素顏的朋友都知道 我的臉很可愛 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好 妝前打底完之後呢 要說的就是粉底液 粉底液的話呢 我是用紫唇鏽的花瓣粉底液 色號這罐好像570 對 5系列是偏粉條 但紫唇鏽的粉底液它還是偏黃來說 對 這是花瓣粉底液 然後搭配的是RT的美妝蛋 好 進入正題了 正題就是這些年我所遇到的一些 就是約會的一些中國男生之類的 恩 因為我是人在上海嘛 所以當然我所遇到的上海男生當然是偏多的 那比較特別的是我有遇到一種 叫做新上海人 新上海人就是他的原來的老家 就是可能父母那一輩或是什麼 不是在上海 但是他已經是在上海出生或是長大 但是他原始的一個家庭 他並不是在上海人 對 我遇到這種也是有這種新上海人 那先從上海人講起吧 上海男生的話呢 我還沒來到上海工作之前 我就覺得 哇 聽別人說上海男生很棒 會疼疼老婆 會幫忙割家事 燒飯 巴巴巴之類的 我就會說天啊媽的 老子一定要嫁給上海男生 這麼好都不用割家事嗎 但事實上呢 我跟你說這就是 這不是都市傳說也不是鄉野 老一輩的上海人真的會啊 可能說 爸爸媽媽背的上海人 是內一代的上海男生 是真的會這樣 就是 就是比起現在年輕人的 就是父母內一代 的上海男生 是真的真的 是會做家事囉 會燒飯囉 很厲害喔 很多上海同事的那個女生 他們呢都是他們家的便當飯都是爸爸燒的喔 這是真的千真萬確 老一輩的上海男生呢 的確是這樣子 在家裡呢 非常非常的賢慧 真的是 什麼事情都做 之前還有聽到有朋友說到 一個很好玩的笑話 就是他們呢在那個公司打掃的 那時候打掃的大嫂阿姨說 我在家裡呢都不做家事 都是我老公做家事在打掃家務的 結果他繼續外面打掃家務 這是一個蠻好玩的事啦 所以其實真的 老一輩的上海男生的確是這樣子 其實在家裡做的蠻多家務是 蠻聽老婆的話呢 這個財務呢都是給老婆管的 對 老一輩 老一輩的上海男生是這樣 但是現在新一輩的上海男生呢 我覺得呢根本就是 就是媽咪寶貝 就是我江蘇這邊的同事都說 就是媽咪寶寶 怎麼說媽寶呢 說聽他媽話以外呢 就是還有就是 自主能力很不夠耶 就是 自我生活能力很不夠 就也不像之前的 總是被父母同壞的啊 因為現在就是小孩真的少嘛 父母就疼嘛 所以呢 當然就是都被同壞的一圈小孩 非常的多 而且現在新上海人啊 不論是新上海還是本地的上海人的小朋友 就是很誇張 真的都屬於性格 那種 我有我前前後後 雖然是約會也有認識 認識自己的男朋友 之前的男朋友 就是大概三個 三個上海男生 有一個是純正的 到底就是連家裡都是上海人 上海人 一個是就是新上海人 家裡的老家那邊是東北 但是他自己在上海長大的 也都會講上海話 那第三個就是出生在台灣 全世界都不太有想法不積極 就是你想很安逸 得過且過的那種性格 都沒有很積極的 很努力的去看待 他們自己的生活跟人生 想要未來去做一個很 拼命會很把拼命 打拼的那一種性格 然後呢 Tantina一樣是子春秀的 新款的 對 色號好像是05 06啊看一下 色號05 lite 對 他們就很怎麼說 對於人生就是那種 反正我覺得可能是家裡有 有車有房嘛 反正有點薪水可以過活就好 沒有什麼打拼意識概念的那種性格 然後呢對於 相較於其他地區的男生 上海男生的確是對於男女觀念 就是說 男女平等的這個觀念是比較有的 比較會去尊重女孩子 比較沒有大男人主義 這一點是 比起就是中國北方的男生是好 比較多的 但是相對就是他們一點都不積極 看待他們的一個 未來人生或工作 反正可能覺得就是家裡有錢 慢慢就是等菜籤 要嘛反正有房嗎 上海房間有那麼值錢 對就是這種一個概念 他們辛苦的就是他們的父母 沒錯 對所以他們的性格呢 通常都是偏 比較不積極 對於人生就是沒什麼 未來就是得過且過之 有一份工作就好 不是那種很在衝性的那種性格 我都連續遇到三個都是這樣 所以真的不是 我對上海男生有什麼偏見 而是我真的 三個男生真的都是這樣子 比較沒有那麼的 危機意識 喜歡活在安逸的一個當下 對這就是我所遇到的上海男生 包括身邊的同事 上海男生的確真的就是這樣子 沒有辦法 他們太舒服了 這一代的上海男生 所以就造就成 現在我所遇到的上海男生的評價 就是這樣子 但我相信一定有很多 也是很努力很優秀的上海男生 也是有 對但是可能普遍真的是 父母保護得太好 養太好了 所以造就他們的這種的一個 性格的產生 就是這樣 關於上海男生的部分 其實我比較會講多上海男生 因為我真的是遇到的比較多 是這樣子 再來呢 蜜粉 我要用Kiss的蜜粉 講過了我真的非常喜歡他們家的蜜粉 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然後膚色有遮瑕透明色的話 其實也可以去填補毛孔 絕對是很好用的 然後刷子小刷刷是1028的粉紅小刷刷 我覺得很可愛 我很喜歡 好講完上海男生了 我們來講一下 我很久很久之前遇到的一個就是 湖南男生 長沙人 對湖南 湖南雖然我不太雖然 他是可能偏的比較下面吧 比較南方一點 湖南男生的歌廳我認識的是一個 小我3歲的一個室內設計師的一個小男生 長相還行 還不錯 但呢就是出去約會就是他的 湖南男生就是真的那種 有點那種大男人主義 真的還蠻嚴重的 他就會問我說 他就好像把那個很無聊的 台灣人的那個茶葉蛋哏拿出來講 我就說嗯 那就是一個很無聊的事 我覺得一點都不好笑 因為真的可能有時候 你的想法不同嘛 所以什麼會講出來的效果就是會 就是文化差異不一樣 然後呢 就是他的那種政治意念是屬於比較重的 他就會覺得說 你覺得台灣跟中國 台灣跟大陸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888之類的 他就很鮮明的去表示自己的對於的看法 我就覺得 好那是你的事 但是你在我面前講之前 我覺得你很不尊重我 因為那是你想的啊 不是代表我想的 還要強迫我去認同你所想法的 所以我就很不喜歡 覺得還蠻大男人的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喔對就是星座的問題 然後他就問說 因為他是牡羊 對牡羊座男人 就問說我們兩個星座合不合適 適不適合在一起 我心想說 我才剛認識你沒多久 那你就問我這個問題 好像就說 然後呢我說我不知道 他就直接回答說 對啊我覺得好像是很合適 很適合在一起這樣的 但是我覺得你 完全都不尊重我的想法 我都說我不知道了 就代表我是軟性在拒絕你的 那你為什麼還這麼肯定的去 說你的想法 就是把他想要把他自己的想法 加注在我的身上 所以我就覺得 虎男男生其實是還蠻強勢的 在這個就是聊天的過程中 覺得是這樣子的 上完蜜本了之後 我們來上腮紅 就洗一台房子 我 OMG 整個沒了 他整個是 碎掉閃掉在我的腿上了 OMG 搞什麼毛啊 我用他用的其實 也有一個大半年了 也有一年多了 我真的 OMG 閃掉了啦 哭哭 可是他還是有一點點的 這樣就可以一點點來用吧 好然後這台虎男男生呢 他就會很 很直白的問你說 欸你工作賺多少錢怎樣 但是他不會告訴你他賺多少錢 他們一定賺的比你多啦 我一位就說賺五位數啊 對啊 我賺五位數的負責局也很大嘛 我就說很沒禮貌欸 那你就想說你賺多少錢 那真的 不喜歡 別人這樣真的很沒禮貌 就是問人家 就是 在約會每次過去我就問人家說 是怎樣 是怎樣 就是不想講女生 你現在是大男人處理好 又不想女生 那有病嗎 我真的講不行 很不OK 然後雖然他長得算 那個算是我喜歡類型的外表 但是最後我就覺得 最後一會過去吃就覺得 欸等一下 不喜歡 然後再來呢 再來是 再來一個就是 山東男生 山東男生其實比較特別 他比較不典型 但是另外有人說 山東男生很大男人處理 但是我遇到這個我覺得挺OK啦 一點都沒有 而且就是 不得不先去誇讚一下 山東男生的身高真的都是 很多數 大多數但比不是每一個 就是那女生很愛 她的夢想 你知道為什麼嗎 很高啊 像我朋友他男朋友也是 山東男生就 一百一百一百二 然後我認識這個約會的 山東男生 是 喔欸他有一八五超高 那我怎麼認識的要講一下 還蠻特別的 他有高光 就打亮我要用的是 Jeffree Star的 這是什麼顏色 Crystal Bell 就是水晶 水晶球 覺得蠻亮的蠻白的 然後是用到Sephara的刷刷 98號 隨便抓一指打 反正就是這樣 對 打亮 很亮 不是它有點沒有那麼的細緻 你看它粉其實有點粗 可能我 我雷吧 這身套就是覺得很亮很喜歡 可能我雷 買到雷色吧 因為有人說這款它的那個 打亮啊 有的很細緻 有的就很粗糙 那我真的是得買到粗糙 那我真的是得買到粗糙 那那個真的很可愛 我真的很喜歡這一集的東西 那就是 很浮誇跟它本能一樣 對就是這樣 好再來再講完三個男生 這那三個男生真的很妙 真的是一個 不知道這其實評分蠻高的 這真的因為說真的 身高先加個二十分 那女生就這樣花痴嘛 沒辦法 一把他五飛不喜歡啊 可能是有女生不喜歡吧 所以身高先加了二十分 好講完了 我怎麼認識他 這也是怎麼樣 這個人說一個是有性格的問題 比較不會去害羞避暑那種的 因為我之前認識一個 上海男的小男生 小我五歲 也是我相信就是社會說 他呢怎麼認識的就是在街上 跟我要微信 就突然把他叫做說 我可以加你微信嗎 我想說媽的神經病啊 是因為我都不會理會這種的 因為就是很多人都會叫你 小微信啊加廣告那種的 他一直拜託說 我不是廣告我會不出來人 你可不可以加我一下 然後我想說 因為那時候也晚上就很可怕 我想說趴就殘活 我只要趕快加了之後 少了一下加個麻煩那樣 是這樣認識的一個上海人 其實是我很喜歡的一隻 常用沒零用的 不知道N隻的真的很好話 好 講到他就在機場嘛 然後就肚子餓 他就先用英文問我說 是我是不是韓國人 那我就很下意識 我就說不是 所以他才問我說我是不是中國人 我就說不是 然後在台灣呢我說對 好就是這三句話 我們就開始聊天 就搭電梯 就是那種密閉式的電梯聊天聊天 聊聊 結果他聊一聊了 他就說 那就是要不要留一下微信 或是留下來 那有哪個就留了嘛 對那就互相加了 就說 那晚上可以出來 吃個東西喝個酒這樣子 我就說OK啊沒問題了 那結果我就聊聊 我就說 我就忘了吃東西了 那我超餓的 然後聊完之後 之後就走掉了 他就送我去做 那個機場的那個 機場快線 然後 我就回酒店去那個 放行李這樣子 之後晚上就約了 就是去喝個小酒聊聊天 嗯那我覺得他的三觀 其實是很正的 可能就是他一直都在日本的關係 他從大學的時候 就是在日本念書 一直到現在出來工作 十幾年了 可能想法就是比較 沒有很極端 也不會去很會去避免 就是一些政治性的話題 因為你要討女生喜歡嘛 絕對就是不能夠去 講到人家很care的地方 對 他就說就是 只要做好自己 因為有些人可能 表面上說的多怎樣都怎樣 那就不太 就覺得好像他自己多愛他的國家 我愛了之類的 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子 並不是你嘴巴說出來的話 就代表你的行為是這樣 說話誰都會說 怎麼講誰都會講 你要證實你今天所做的事情是對的 是嚴覆其實話 你要付出行動去做 而不是你找嘴巴說 嘴巴說說見盤打打誰都會 所以這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一個行為 那他也這樣跟我說到這些 一些觀念 所以我覺得其實 在這方面來說 就是聊起來相處 還不錯 而且都還對女生其實是 蠻有禮貌蠻好的 然後也是 蠻體貼的一個男生 然後講話的內容也還蠻不錯的 那也發現可能就是 有些男生也會頭其所靠的去聊天 就是他一個比較貼心的地方是這樣子 因為他之前有個女朋友 也是台灣人 是在免稅店工作的 所以可能就對台灣女生 一些文化 至少少都會有一些了解 因為可能日本代酒 性格上的就是也是會有這種 比較客氣一點 或是比較 比較好相處的那種感覺 所以整體這樣聊天 其實剛才來是蠻舒服的 對 就是這個樣子 對 然後再來就是聊天的一些內容 因為我其實也不是這樣說 因為我之前也認識過 就是山東男生 是那個 喔 算客戶 那客戶聊一天 可能那個客戶高知識分子 然後去國外留學那種說的事 是青島人 對 青島在山東嘛 那個客戶呢 聊起來其實也是還 蠻有就是 蠻尊重女生 然後也是 蠻有內涵 然後講起話來是 然後讓人家舒服 不會刻意去執著講到一些 敏感的眼睛 然後那個Stella的那個眼影 蜜 很亮 然後再去站在眼皮上 比較好暈開 然後如果說號是 Per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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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就是因為這個關係 我對 山東男生的好感 其實是算 有的 就是這個樣子 好 這就是大概我所接觸到的一些 就是關於中國男生 然後呢 這是有約會過的 或是有到交往過的一些 中國男生 大概是這樣子 其實沒有很多啦 因為畢竟 老台嘛 台灣人都還是英雄跟台灣人和嘛 對啊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公司 因為也都是在上台關係 所以遇到的男生 就是上台人比較多 然後呢 再來就是講到一個比較好玩的 要多講一點上台人 因為我還是比較認識他 跟上台人比較熟悉 上台人呢 有很討厭的一個 就是 真的很討厭 非常討厭的一個 習慣就是 騎士人 天龍人 真的是 天龍人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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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超不能接受的 來 眼影 我的一個大愛 應該會變成本年最愛的 上台人 上台人 真的 應該說上台人呢 就是上台男生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歧視 就是 一個非常 歧視外地人的一個 民族 一個人種 一個族 超級無敵歧視外地人 我就覺得他媽的哪來的知心 是他媽給他的嗎 這麼刁 超有知心 這是他媽給他的 怎麼說呢 首先我這場的超無言超好笑 我真的覺得 都他們腦袋裡裝熟 以後一天呢 我大滴滴 遇到了一個滴滴師傅 開的是奧迪 嗯很厲害是好的那種 還不錯的 那奧迪師傅一上車 可能聽我口音嘛 就知道 大概我知道我是哪裡的 聊天就說 很少 因為我跟他上車的時候 我也是客客氣氣的 然後上車的地方也是好好的 就是沒有在路邊 也不方便的地方上車 沒有造成師傅的困擾 那神父就開口就說 小姑娘你知道嗎 那我做這個滴滴的事情 我只是開好玩的 然後呢 這個車子一公升油耗 一公里要五塊錢 那我開的第一次賺不到錢 我只是喜歡出來 開出來好玩 是一個吃飽太閒的一個 那個老人家 然後呢那就說 小姑娘我跟你說 上海人日呢 這個地方呢 就是呢都是被那些外地人去 搞得很糟 烏煙漲氣 我最常乘客裡呢 99%呢 上海人都非常的有素質 然後呢 非常有素質的都是大學生 那一些其他 除了下海人以外的人 都沒有素質 非常的丟 非常的不好 你哪來自信啊 你覺得99%上海那種素質 我的媽呀 你誰給你的自信啊 我真的不這麼覺得 但我也不這麼認為 還不然我也是外地人啊 那我沒有素質嗎 我就會說 是不是我也是外地人 說不一樣你是有念書的啊 所以有念書的外地人 你怎麼知道我有念書 我臉上就寫了 我有念書嗎 我念大學了嗎 真的莫名其妙嘛 超好笑的 他們就會覺得說 整個上海呢都是外地人 把他搞砸了 所以呢上海 沒有像以前上海這麼好了 外地人太多了 不想要那麼多外地人在上海 上海是很好的 嗯 我聽你在講咧 如果沒有外地人來建設上海 你以為上海會這麼煩惱嗎 你那個高樓 高樓大廈地鐵那麼多 誰做的 外地人多了 你上海人會做這些嗎 你上海人會做這些苦力嗎 不會啊 那雞雞歪歪什麼 覺得自己多高級多高 那都是要靠別人 你如果今天那麼漂亮的上海 有那麼多上海的一些觀光景點 高樓大廈下 這麼方便的地鐵 這麼好的都市建設 你不是靠外地人都靠什麼 你上海人根本不願意去做這些工作 真的是莫名其妙嗎 這是很無言的一個種 就是有些時候一定是區域歧視的 台灣人之前也遇過一個上海老闆 他也是 他也是讓新上海人 在講這個屁話說什麼 他說什麼 覺得上海人跟台灣人 都是比較Fashion 比較時尚 比較會去打扮人家 其他的都是因為有一個同學 是無男的 還是有點粗有點農人家 像說你覺得你是有多高級有多好 雖然可能就是觀念想法 或是一些打扮上 當然是會成相差略不同 那你憑什麼覺得自己上海人 比較優越比較好 並沒有真的是 他有一天大人就聚集在 一堆就開始講上海話 講了別人聽不懂 你覺得這樣真的很沒有禮貌嗎 你學校沒有教你講普通話 沒有教你講國語嗎 那你在上班的場合 你都講上海話 你這樣別人他們還是白癡嗎 你就是拍起別人 我真的很討厭很討厭 就是上海人這個習慣 抱歉我真的無法接受 就像可能說 如果今天去到一個地方 每個人都一直跟你講 閩南語 講台語 你聽不懂你會有什麼感覺 就真的很差啊 我真的覺得說 我不喜歡這樣子 就覺得自己好像高人 全部人都是下等人一樣 全部人都是外地 外地人都是很糟 外地人都不好 就只有你最好 你就聽你在說都是你最好 真的實在是我無法忍受 真的很多上海人都是這樣子 額額眼線的話就雄本 額畫個眼線吧 基本上呢我覺得 大概上海人就會 有這些想法 上海人也是啊 會覺得他們會很 歧視那些 外地人 很粗魯 沒文化素質不好 講話啊 什麼言行舉止什麼之類的 就是很 雖然有些是真的做得沒有很好 但是 沒有必要這麼的嫌棄 感覺自己好像 很厲害一樣 這就是我自己 遇到的一些 上海人的想法吧 大概是這樣 對 然後再來呢說一個比較經典的 以上也不代表本人 只代表本人所遇到的所見所 不代表全體 這最經典的來囉 香港人 我又遇過一個追尾的香港人 他是在台灣 對 就是 香港人來 重點來台灣 就是移民工作的一個老闆 香港人真的是最經典 小氣 小氣要不行喔 真的很誇張的小氣 那因為之前也在香港 老闆的公司下面工作 真的很受不了 那個脾氣也沒有很好 小氣精精氣帥 然後計較很多 那時候他就說 他請一個美工 就是行個設計做圖的說 兩萬多塊好貴喔 我心想說你原來要求那麼多 還兩萬多塊很貴 台灣人是很廉價的老公嗎 真的很臭不要臉的 然後呢出去約會過幾次 就去吃個飯啊 就是我 就是回來台灣的時間 那時候跟他出去吃飯 就覺得 很傻眼 第一次覺得還可以 第一次去吃完 就是一個什麼 手抓海鮮的那種 然後聊一聊 他就喜歡逛夜市 就是因為他覺得我 很喜歡我也是 因為我可以跟他去逛夜市 那我是一個不收男生禮物的人 也不喜歡 吃飯前我會 吃飯前你出OK 又出來約會 那我不太喜歡收男生的東西 的 然後呢我們就去逛 吃完飯之後去逛夜市 然後逛夜市 然後我剛好手機磨壞了 他就說我送你一個禮物 就是這個手機磨你去換 然後我出個手機磨說 你有病嗎? 我有必要跟你這麼一兩百塊的錢 神經病啊 好像覺得很大恩惠一樣 我送你一個禮物 你去貼膜這個錢 喔好傻眼喔 真的要禮物嗎 還要講嗎? 如果你真的很有心的話 你不就是我在結帳的時候 你直接付錢就好啦 還說我送你一個禮物 哇操 真的太誇張 我送你一個禮物 手機貼膜 笑死人了 我就說不用 我自己弄就好了 好你是不是要送我禮物 我在那邊買化妝品的時候 你什麼都報結帳啊 送我禮物笑死人了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講 你傻眼吧 我送你一個禮物 手機貼膜 第九簡幫你出結 笑死 那第二次 好那個我比較忙 那我一下沒一下印要約我慈善 那我晚上跟朋友去看電影 然後印好了 來了之後呢 結果他沒有領錢 所以一直在找可以贏連卡領錢的提款機 對 要領台幣 超智障的 我就陪在他那邊 等 我已經想說 陪在那邊找提款機 那你不是要先把錢燃烤嗎 眨眼 那最後呢 他就說要吃什麼 又很趕又沒什麼時間 就去星巴克買了兩個東西吃 我就從頭到尾都不想理他 我就去吃我 然後一直跟我聊一聊 好時間到我要走了要走了 超傻眼的 第三次更屌 第三次是 第三次 是 呃念什麼 寧夏夜市 超好笑 寧夏夜市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對寧夏夜市 很熱耶 你知道他很熱耶 好吧算了 就是去逛逛嗎 就這樣好久沒有 逛夜市 對 就覺得很無言 那是想法就是很怪 然後又開始跟我講說 他講了之後 他還有一次是去吃火鍋 怎樣就講了說 對還有一次吃火鍋 對在公館吃火鍋 就講說之前他遇到一個女生怎樣 怎樣去勾引他 然後送他香水 想說媽的那你怎麼送我香水 然後一直跟我約會也是這樣子 然後就講說那女生怎樣怎樣 然後又想要騙他錢 然後騙禮物 那你白癡你活該了被騙正常人 你傻子 你有沒有看到自己長什麼樣子 一個很正的女生看上你 是不是因為你有錢 我是覺得只是一個朋友 因為他是 我自己維持這個關係 朋友關係是因為 我覺得可能就是 我真的是擺個利益擺錢 就是想說以後可能有什麼 可以合作的就是一些推廣啊 微信上一些 如果他公眾號 跟他做一些emotion的東西之類的 我是這樣小時候 才跟他維持聯繫的 因為其實大家也有在用微信這種 做這種 他是開公司的 我是想到這塊 所以有跟他聯繫 而不是我喜歡這個 我很不喜歡這個 對 他就一直會去講他 他自己多怎樣多怎樣 然後好怎樣怎樣之類的 那其實根本都是個屁啊 也沒有多好啊 就覺得好像自己 然後有跟我講說 我也沒有賺很多錢啊 我開銷很大啦 聽起來說你跟我靠掉這些幹嘛 我會花你錢嗎 老子也不需要花你錢好嗎 就是這樣子嘛 討人業是香港人 對我就覺得 對香港人的印象不好 如果有香港人有印象好的話 來跟我 我想認識一下 我目前遇到香港人的印象都不太好 我只是男生 因為我沒有認識什麼 香港人真的很少 再來就是我之前公司的老闆 喔脾氣超差的耶 就是會亂罵 然後就是會罵那個什麼 什麼領港老闆就是上面 或者是賣一些髒貨啊什麼之類的 我就覺得你身為到一個老闆呢 你這樣賣員工真的很沒有格調 真的很討厭 然後一些行為就是禁禁計較非常小心 然後一天到晚拖欠廠商的錢不願意給 拖欠公益上的錢不願意給 不是沒錢就沒機機歪 然後到了最後店鋪被打你店了 真的超好 才願意付這個錢 我是覺得很傻 是等一下你多給人家的錢 你會覺得你心裡會難送嗎 會覺得人家賺你錢的嘛 賺你利息嘛 嗯 睫毛膏 1028飛機農超好用 對 它是一個農鞘 比較農鞘型的睫毛膏 剛好飛機場比較長 反而是那隻 飛機農的話是農鞘型的 也是它起來會有很豐盈感的睫毛膏 我覺得我挺喜歡的 而且維持了很久 對 我真的很愛這一隻 飛機場和飛機農我都很喜歡 它纖維沒有像飛機場會那麼的 多 但是也農曆了很漂亮的 很有純菜感的這個睫毛 對 我個人是挺喜歡的 就是這樣子 以上呢就是大概我所遇到的一些 就是大陸的男生的一個 相當心得跟介紹 對 可能這是我自己個人的心得 不代表很全面啦 對 就是簡單的一個講一下啦 那就是 還是想自己自身去體驗去體會 才會知道說 呃 事實是到底是怎樣 我只是一個參考值 一個最直觀我所遇到 我所看到 我所見到的 告訴你們 那到底是怎樣的 真的要看自己個人囉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欸 這1028的 我個人是很喜歡 然後呢今天的唇彩呢 是Dior的 一個它新款的一個唇用 我很喜歡 這是霧面款的 色號是 539 一個很好看的一個橘色 對 它給大家看超好好看 我覺得這款真的好 用話不行 輕盈舒適 然後一筆就可以畫 滿這個人的嘴唇 很nice的一個口紅 春彩春用 這我目前專櫃眼 因為 質地我最喜歡的 很棒 已經取代我小胖瓶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這是今天的一個妝容 大家 get ready with me 我等等呢 要去南京的街頭去逛逛 我想去基民市 那會跟大家介紹一下基民市的部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歡迎大家訂閱我 開啟你的小鈴鐺 我現在會開始很努力的來 發我的影片了 好謝謝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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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